他就親身的為我們示範 當坐在計程車上 計程車司機說了一些 他認為 這個是對同性戀不太理解話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怎麼回應 我們歡迎丁寧 我也很愛你們 我剛才從計程車下來 然後一路這樣走過來 其實眼淚就在眼眶子打轉 因為剛好唱到 愛真的需要勇氣 來面對流言蜚語 我覺得你們應該給自己一個很大的鼓勵 因為你們非常有勇氣站在這裡 我常覺得 常遇到很多同志朋友 他們會謝謝我 或是給我個筆個大拇指 其實有時候我都會很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我應該要謝謝的是你們 我真的覺得我應該要謝謝的是你們 我覺得我在你們身上看到好純粹愛的樣子 愛應該有的形態 愛應該有的態度 以及愛應該有的勇氣 可能對於信念來講 愛好像是你愛不愛我 我愛不愛你這樣子的勇氣 可是對於同心念來講 他路如此的複雜 他連光要認同自己 這一段路都不知道要走多遠 走多長 是不是能夠走得出去 所以當你們願意從認同自己之後站出來 勇敢的愛自己所愛 以及站在這邊挺自己應該有的權力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你們好有勇氣 我謝謝你們 我常會覺得說要改變世界的力量 只有兩個力量 我們要讓世界更美好 我們要讓我們愛的地 我們處的地方 我們能夠更愛這個地方 更想待在這個地方 只有兩個力量 一個就是愛 一個就是勇氣 在場的所有的人 你們都做到了 你們都擁有愛跟勇氣 我不知道在現場 我相信也有很多異性戀在這邊 一些很支持同志的異性戀在這邊 那剛才主持人有講一個 小小我自己在計程車上發生的事情 其實我在平常的時候 因為我身邊有很多同志朋友 不管是男同志 女同志 所以有時候我的小孩就會問我一些事情 例如說他問我說 媽媽 女生穿裙子對不對 我說對 女生穿裙子 可是女生也會喜歡穿褲子 像媽媽就不喜歡穿裙子 他說那媽媽女生化妝對不對 我說對 但是很多男生也喜歡化妝 如果他們喜歡化妝 那就化妝有什麼關係 我常常在跟我小兒子教育的就是說 只要你在你喜歡的狀態之下 不要射陷的 不要去影響 不要去傷害他大家的狀態之下 你可以去做任何你可以做的事 然後當然這些話也就是 也給一些有在現場異性戀的朋友 或者是有小孩子支持同志的朋友 你也可以教育你的小孩 那從小就非常的打開他的心胸 打開他的視野 去知道說 其實任何我們在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狀態 不同感情形態 但是只要因為愛結合的人都應該被尊重以及被保護 所以你們也可以這樣子告訴你的小孩子們 那剛才主持人也有講到一段我在計程車上面發生的事情 那因為我們今天來了很多朋友 所以我也可以再把這個故事很簡單再講一下 就是我坐上一個計程車 帶著我的兩個小孩以及我的先生坐著 然後那計程車司機一看到我就說 欸 你是丁寧 我就說啊 對 你好 你好 然後他就說喔 就他說喔 你小時候自己帶 我說啊 對對對啦之類的 好 他突然就說 像我的小孩就壞掉了 我就說喔 怎麼了 他說我的小孩啊 他很奇怪 他愛穿女裝 他完蛋了 他壞掉了 我就說不會啊 我就說你的孩子可能是同性戀 然後同性戀 現在很多同性戀都非常優秀 你小孩子沒有壞掉 只是你不習慣而已 然後他又說沒有啦 就是他就不對嘛 他不是同性戀喔 他只是喜歡穿女裝 他就不斷的在很多裡面一直講出說 他對同性戀的不願意認同以及不敢接觸 然後同時他一直講到說 欸 我們那麼辛苦去生了一個獨生子出來 他竟然變成了這個樣子 我們很難過 我們做家長的壓力很大 我們承受了很多親戚的批評跟妻妻的壓力 我說對 你說對了 你這麼辛苦把這個小孩子生下來 但是你的親戚隨便說幾句話 你就聽他的 你竟然就支持你的親戚 不支持你的小孩 你竟然這麼辛苦把你的小孩生下來 就請你支持他 因為他是你的小孩 你要跟他站在一起 對抗你的親戚 跟他講說我的小孩沒問題 同性戀沒什麼問題的 我不知道那個建設是 他最後會有什麼樣子的感覺 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們不斷有人 願意站出來在任何時候 只要你有機會遇到任何事情 任何狀況 你願意站出來告訴對方說 同性戀沒有什麼大不了 同性戀是很正常的 他跟異性戀是一樣的 我覺得你就有可能去扭轉 對方的觀念 他只要願意思考 我們就有可能 更多人支持同志 就有更多人用一種更平常 更充滿愛 更充滿理解的態度 來對待同志 所以不要忘記了 你們身上都賦予的 非常大的責任 我們身為同志 我們身為同志 我們更有這個理由 跟資格 跟態度去捍衛我們所愛 所以你們要知道你們非常重要 你們要把這樣子的觀念 跟這樣子的態度 非常輕鬆 肯定充滿愛以良善的 告訴一些反對你們的人 但是我們同時也要保留一個空間 讓他們有時間去過濾 去沉澱 去轉換 我覺得這就是跟愛的相互尊重 那我也知道說在今天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大家辛苦了這麼久 就只希望一件事情能夠很自然的發生 因為在愛之下人人平等 只要你的愛 是自由心政的 我們都應該得到法律的保護 跟保障跟什麼 反正我們都應該得到法律的保障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邊 創造出一個很重要的氛圍 我們在推廣愛與勇氣 同時也讓我們的國家知道說 你當你要確定你自己是站在這個世界上 是一個文明國家的話 請讓法律 立法 支持 同志 平權 婚姻平權 這才是我們在這邊最重要的一件事 請我們的國家不要在嘴巴一直講說 我們是一個文明國家 如果你是文明國家 你就做給我們看 現在在世界上很多文明國家 我們覺得非常不錯 他們都已經立法支持婚姻平權 通過同志婚姻平權 所以請我們的國家 也展現這樣子的文明 讓我們看到 我們支持婚姻平權 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謝謝丁寧 丁寧呢 他當然是一個大明星 但是當他跟我們看看而談 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看到一個非常美麗的 有良知的公民 對不對 那很多的人呢 他們反對 對不對啊 對